嗨,大家好,我是自然之筆 歡迎來到自然之筆PLY人生 這一次很榮幸受到台灣大條哥的邀請 要帶釣草魚 台灣大條哥這個頻道我已經關注很久 蠻佩服這位年輕人,他很有想法 然後也很有創意 他說這次的目標魚是草魚 那我就決定帶他去基隆河釣 不過呢 當答應他之後呢 就先發生了地震 然後又連日下雨 然後就河水有稍微暴漲一點 那魚草魚來講的話 河水暴漲就比較難釣 不過還好 在跟他約定的時間的前一天呢 就突然沒下雨了 然後呢,水就變小了 那我在這個過程當中 要帶釣草魚的時候 我要去思考一下 因為我是用飛影 那他是要用這個針土石去釣 我就必須要思考一下 怎樣的方式可以讓他釣得到 那原則上 我還是會灑一點土石 讓擠去集中 然後再請他拋過去 那判別魚的那個水花的大小再拋過去 因為這個基隆河的滑螺漢 這個火口非常多 那他以針耳的話 他下去的時候 可能很快就被灼光了 那基隆河水域又很大 如果說隨意的亂拋 那大概就找不到魚 所以基本上還是要先用一點土石 讓魚集中之後 他才比較有機會可以種草魚 那我希望呢 這個這次的任務 能夠順利的達成 讓這個KK呢 的台灣大吊哥 台灣大吊哥 對不起 台灣大吊哥呢 能夠順利的擊到他的 新郵票 那祝我們好運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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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去吸掉是不是 土石都是一條一條的 捲牆 那這邊不知道要不要一條一條的 不用啊 這邊弄會咬 歡迎來賓台灣大吊哥 好乾喔 好乾喔 我第一次拋這個 手乾的乾 丟太遠 中 金人 掉了 剛 剛煞車太鬆了 我這樣中了喔 中 我怎麼按還是木頭 我不知道 一下子就中了 喔 煞車太鬆 結果就掉了 你要 你要 你要稍微可以自己拉 可以拉動就好 好 那也可以 再一次 再一次 再講經理 還是經理幫人殺 我覺得都差不多了 好 剛剛有拍到嗎 下去地獄那種 好像有吧 我剛才放大 在看的浮標 就下去了 我剛剛想說 是不是我們配動沒配好 沒有 應該是正常啊 等一下我剛剛想說 配動沒事沒配好 一下去 浮標就下去了 再丟一次啊 大家這次還算 多久 掉起來一隻魚 真的有欸 我沒開到 真的有欸 我趕得痛 上了 牛頭鱼 他一個 TOK 手拉王在 好 先拿 我去拿 好吧,比较 應該是蕉魚的 叫我看那個水花 應該是吧 哇 很小 哇 哇 啊 啊 哇 看到了 呢 開始 沒有 我應該沒那麼老 聽到 它 沒有 很厲害 我說 不 超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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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